早安 太晚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荡 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现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在今天早安现场这个单元 要跟您探讨这个话题 您吸烟吗 我们曾经不止一次 在节目中探讨吸烟这个话题 事实上在播出之后 也受到很多很多 不管是烟伤也好 或者是民众也好 热烈的反应 这些反应有可能是支持 有可能是反对 那今天我们又带着钢盔往前冲 来我们要为您专访的是 董事基金会烟害防治组的主任 林清丽 请主任再度跟我们分享 谢谢主任 一早接受我们的访问 每次这么早来麻烦你 真是觉得很过意不去 不过为了大家的健康 首先我们想看这个最热门的话题 从9月1号开始 双北市跟高雄市就决定了 所有的连锁便利商店 或者是咖啡店的棋楼 会列为全面禁烟的场所 民众如果是违规的话 在棋楼抽烟 根据烟害防治法 最低有2000块钱 最高是1万块钱的罚还 现在高雄市 桃园都要 未来都要跟进 甚至于台中明年也要跟进 主任我想请教你 其实这个决定 好像应该决定已经很久了 但大家都好像在质疑 要怎么去落实执行 棋楼下吸烟这件事情的取缔 最困难的是什么呢 其实第一个做的 就是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也很快的就跟上了 对于户外经验的部分 我们当然是一般的民众都热见其成 但是只是强调就是说 出了这样的宣导 就像今天这样 这个媒体的一个宣导之外 一定要有明确明显的 的一个标示 一定要有很明显的一个标示 那第三个就是一定要有执法 明确执法的功能 那因为我们就最怕就是 就是很多的地方政府 他确实冲得比中央政府还要快 那做了很多的一个法律的 一个公告啦跟宣布 可是呢就很容易形同虚设 如果没有相对只是一个公告 来表达就是说 做了这样的一个政绩 而不确定的去执行 就是他很容易 反而有更多的一个民怨 那很多人就是很多人就问 我们说 听起来你们好像是不支持这样的政策 其实不是 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 他们所谓的无烟环境 他们在各国的 在国际的公约里头 他明定的 他要求各国政府的无烟环境 由内而外 对 就是第一个目标 做到室内公共场所 因为室内工作场所全面禁烟 那您猜现在全世界有几个国家做到了 您会这样问我代表 我期待他可能是一个很悲观的事 没有没有 台湾没有做到 但是有55个国家做到了 是 我们很难想象对不对 因为我们台湾的控烟的工作啦 我烟害防治推动 就是民间自发都已经 差不多第35年了 是亚洲最早的 可是现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2019年的公报来看 全世界已经有55个国家跟地区 做到了室内公共及工作场所 全面禁烟 这包含酒吧夜店 是整个全面禁烟的 而是我们台湾呢 其实目前中央的法律 就您刚提到的 烟害防治法 它目前只规定 餐厅旅馆商场 得色吸烟室 当然我们的吸烟室规范 是完全要达到标准 什么独立空调 独立隔间 木压设置自动平行 但是我们的法律 确实是在第56名以外的 我们竟然还可以设施 那些是 还有一点 就是我们的夜店酒吧 我们是完全没有经验的 对啊 我们的无烟环境在国际的评比里头 我们是不及格的 那我们内部的部分 就是说室内的部分 我们应该要push政府 就是中央政府要赶快的修法 那我们的人民有一个室内的一个无烟环境 这对劳动者 对劳动工作者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保障 这是室内卫生组织说的 不只是保障消费者 更保障这些劳动者 室内的百分之百的禁烟 然后再往外推 这是像这一次在做的户外定点吸烟的一个推动 是原来是这样 那可是现在问题来了 假定说我在骑楼下发现 这个夏志平在骑楼下抽烟 就在这个7-11前面 那有一个人说要检举我 我一听到 我立刻把烟丢到地上来 这样还可以检举吗 其实如果拍得到 查到这个人还是可以 就按照现行的烟害防治法 那当然就是说 我们刚刚提到是政府的责任 第一个要宣导 第二个要明确标示 第三个要确实的执法 因为大部分的人是守法的 这样一推动 而且有执法的一个态度跟决心的话 其实全部的 大部分的人都会遵守 那还有一点其实是 其实政府应该跟这些店家沟通 我们以某渡溪来看 他就在门口就有很多的椅子 那所以呢 就是最近也有民众告诉我们 这些人都坐在这个外面 因为他们 第一个占用了公共道路 占用了骑楼之余 第二个 其实很多的民众就坐在那边抽烟 如果说他们的政策不做改变 就是说政府不去辅导跟鼓励 就确实执行 这些不应该占用公共用地 脊肉用地 然后也把这些的椅子拿开的话 那我想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规定 很容易又是变成一个 形同虚色的状况 那所以很多就是说 第一个是政府应该要做的部分 还有政府要去跟业者沟通的部分 而不是只有业者说 好好好 同意同意 贴一贴就好了 那其实相对的把这些 占用公共用地的 这些的 做骑楼的桌子椅子拆掉的话 那这不但是让我们所有的民众 我们的老百姓 我们有更好的一个生活的空间 那最重要的是 也不会让 明明是规定不能抽烟 可是好像又有一个 可以让他们抽烟休息的地方 对啊 这个事情 这个各方的拉扯 的确是一个问题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之评 为您连线访问的是 董事基金会 烟害防治组的主任林清丽 请主任为我们来解说 有关于在9月1号开始 台湾有很多很多的地区 通通要实施 在骑楼下是不能抽烟的 而更重要的是 罚环还蛮重的 被抓到可要最高处罚 新台币1万元 不要跟自己的荷包过不去 其实台湾的罚款是 澳门香港三地最便宜的 因为他们都是1500块港币 没错 就是现在是超过6000块的台币 那我们呢 虽然说是2000到1万 可是看起来 大家从来没有罚 不是2000块钱的 是 一开始可能也不会罚到1万块钱 可是现在问题来了 很多尹君子就大声的反弹 他们说 那你们光规定不能吸烟 不能吸烟 可是你没有告诉我 什么地方可以吸烟 我吸烟者也有人权吧 他们把人权这两个字 搬出来了 他们讲的也没有错 因为确实台湾 如果官方的数字是很低 但是我们预估台湾至少还有350万的吸烟者 那虽然官方的数字可能只有280万的吸烟者 可是我们按照一年有17多亿包的烟品消费来推估的话 我们台湾大概还有350万的一个吸烟者 那你看这个吸烟的 因为它是一个生理成瘾的问题 所以它是每一天 它要很多次 平均大概一个人一天 大概就是将近一包左右 所以它其实每一天 它会在除了睡觉以外的时间 它其实是不断的去进行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那我们所以世界卫生组织规定室内禁烟了 就是感谢也拜托弱的吸烟者 举角之劳到户外 尽可能避开人群的去吸烟 所以其实我是这样子 我每次看到有人在户外吸烟 而且我都觉得它其实是刻意的避开 有时候我还会这样子突然的对它笑一下 然后呢谢谢它一下 它可能不知道我在干嘛 我就点个头笑一下 我觉得其实因为戒不掉是烟品成瘾的问题 但是它却愿意避开人群到户外 而且大概避开人群去吸烟 我觉得我们这一点要肯定 但是它如果眼底乱丢 那真的就要蹬它了 真的真的 如果你真的遇到一个愿意在户外很空旷的地方吸烟的人 你反而应该要谢谢它 应该要对它 大气的气势 其实对人体的危害没有明确显著 甚至也没有这样的调查报告 可以去量化对人体的危害 但在室内就不一样咯 我们还嗅觉疲乏了 就是进来 可能五分钟十分钟以后 你就没感觉 可是我在办公室一天 待了十个小时 如果我大楼没有进烟 如果我大楼有一些的办公室是抽烟的 经过Air Condition这样子的一个不断的循环 那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默默的 慢慢的在受害当中 主任你提到室内吸烟这件事情 我有个经验 我拿出来分享一下 我去日本玩的时候 我看到他们的饭店里面 有所谓的吸烟室 那当然这是一个密闭空间 可是我就想说 那我走进去看一看 接近他们去看一看 去闻一闻那个烟味 可是我其实心里面蛮惊讶的是 哪怕我已经接近不到一公尺 只有几十公分了 我都还闻不到烟味 那我想请教您的就是说 如果照日本的这个方法 他们已经彻底的可以把烟味都 让其他的人闻不到 等于说那个玻璃可以完全隔离的话 你觉得这样OK吗 它其实是独立空调规定 台湾也是这样规定 独立空调 独立隔间 加设置自动平行门 而且是两道门 那但是其实闻到的时候 就是因为传统的紫烟 它其实是经过燃烧的 所以呢我们很容易闻到烟味 可是新兴烟品 因为也有可能它在里面是使用新兴烟品 因为新兴烟品是没有经过燃烧 那像我们家的食烟品是加热到350度 那电子烟 所谓的电子烟是加热到250度 那它没有经过燃烧 它就没有烟臭味 所以比较不容易闻到 那您刚刚提到的 确实可能它在规划上 有特别的在 一开始在新兴烟的规划上 它就比较 除了刚刚的要件之外 它有确实的每一个关卡都有做到 所以才会有您说的 靠近的时候闻不到 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 因为它再怎么样的一个设置 它对室内的一个环境 其他人的默默的 慢慢的伤害 确实是有的 而且日本 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是靠办奥运 办奥运就整个这个国家室内全面禁烟 不管我们看巴西 很多的国家都是如此 可是很奇怪 只有日本 日本因为过去的40年来 它的无烟环境的政策是 解态日烟 日本烟草公司在主导的 他们为了不让政府室内整个禁烟 跟WHO的策略不同 他们不断的推动室内吸烟室的一个做法 那所以透过政府 就是透过很多的鼓励 然后呢 跟传播 然后让所有的公司航号 跟所有的公共场所 都有室内吸烟室 然后立法也不能把室内吸烟室进 因为一旦大家都设了 都花大钱去设了 所以政府就更不敢立法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公约立法 把室内吸烟室取消 所以日本其实它的无烟环境策略 因为日本整体上就是很 我们相对的整体上 它就是很干净 大家都去过日本 都可以感受得到 那但是日本的一个无烟环境政策 在WHO的评比下 它其实是得到的是 臭烟灰钢奖 对 因为它的室内 没有办法做到室内 公共场所是全面经验的 原来如此 好 今天我们真的是长了见闻了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呢 志评为您连线访问的是 董事基金会烟害防治组的主任 林清丽 请主任呢 为我们来解说 有关于在棋楼下吸烟这件事情 或在室内吸烟这件事情 我们应该要有的认知 还有所应该要知道 这个相关的规定到底是什么 还有世界上先进的做法又在哪里 最近这个事情啊 其实我觉得蛮大条的 我一直到这个 昨天晚上为止 我看到最新的消息 好像说在美国 有三个州啊 发生了所谓的这个 吸电子烟 然后有这个 很多的民众突然就受伤住院了 其实这还蛮严重的 我不知道这个新闻 是不是越到后来 有一些更新的发展 主任可不可以为我们renew一下 我们看到一个美国的报道 他说上一周 就是我们上一周 是电子烟 美国电子烟上 史上最黑暗的一周 那绝对不是史上最黑暗的 未来会更黑暗 为什么呢 上一周呢 就发现只有青少年 18岁青少年 废摊塌 送加护冰房 然后还没有脱离险境 然后还有就是 电监有127个案例 四月份通报35件案例 就是都是青少年 吸食电子烟 而且都是一两年的 吸食经验 就发生电监 然后竟然四个月之后 到八月中旬 已经增加到127件的案例 那您刚刚提到的三周 其实最新的数字 在台湾的礼拜天 最新的数字 已经增加到15周的通报了 那这15周的通报 确认都是年轻人 都是30岁前的年轻人 尤其有一半的 都是青少年 那就超过120个人 是确定 就是电子烟 导致严重不明的肺疾病 那很多究竟加护病房 那另外呢 当然还有就是 后续能不能痊愈 还不知道的 也有好多名 还有另外 120名是确认 15周是确认 年轻人的不明的肺疾病 另外还有100多名的案例 他们虽然都吸食电子烟 可是政府还在确认 到底他这样子 不明的急性的肺疾病 是不是跟臭电子烟有关 所以这个是 真的是 这才会有人说 哇这简直是 美国电子烟史上 最黑暗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电子烟商都强调 以前他都骗说 他没有浇油 所以他没有什么伤害 而且还可以帮助戒烟 他只是香料而已 那事实上 他绝对不是那么单纯 里面只有化学香料 只有化学凝固定 从这最近的 这个八月份 等于说八月份来 美国不断的 美国政府几乎 我们说每一个礼拜 而且几乎各州的政府 每一天都有 都有不同州的政府 在发新闻告 在警惕大家这件事情 那这个是一个 我想就是一个 大家其实 我其实说到这里 我都很感谢 我们的卫福部部长 怎么说呢 陈时中部长呢 他在去年的10月18号 在立法院 他很明确的 对着所有的立法委员 名义代表说 因为为了所有 维护所有青少年的健康 为了不让我们的下一代 又成为一个新隐害 因为电子烟 加热式烟品 就是新兴烟品 有别于传统烟品 因为好不容易 已经吸烟率降低了 不能再走美国的套路 美国也是禁止青少年西 结果整个360万青少年 已经沦陷了 沦陷的已经360万的青少年了 所以身为部长 他要禁止这些电子烟 加热式烟品的新兴烟品 所以我们虽然看到 确实有越来越泛滥 那很多的明明禁止的 为什么电子烟专卖店 越来开的越多 确实政府有一些 执法上的不够积极 但是我们非常感谢部长的事 我们非常感谢卫福部的事 最起码 他跟巴西跟澳洲 那跟新加坡一样 跟泰国一样的 政府一样是稳住的 他是不让这个已经 真的就是这个新兴烟品 未来可能会成为 我们下一代的一个 严重的杀手的一个 这个产品 他能够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表明立场 不让他进到台湾 那其实还有一个 也是上个礼拜的报告 他是就是发表在 美国医学会儿科期刊 他是一个国际很知名的期刊 已经发现了 美国12到17岁的青少年 使用过电子烟 既然吸食大麻的几率 是完全没有使用过 电子烟青少年的3.5倍 所以美国的FDA就讲了 就是确认电子烟是青少年 滥用大麻的主要元凶 哇 这样看来 那可能真的值得 我们的做家长的 好好正视这个问题咯 是啊 其实我觉得在台湾 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大的问题 是因为政府迟迟没有修法 所以呢 我们现在依照 药室罚管 药室罚管就是对于 电子烟的制造 输入跟贩卖 确实有很重的 也明确的罚款 等于同事伪劣药一样 可是我们又看到 电子烟的商店不断的凌厉 我们又看到校园不断的求助的事 青少年的问题 电子烟的问题 确实是越来越严重 可是这些的状况呢 就是说我们除了 政府除了嘴巴禁止之外 确实是要拿出配套的措施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15大超商或者是咖啡厅 洗了整个净烟 不能只有嘴巴说说 一定要明确的标示 而且确实的执法 没错 那才是对大家 对人民的健康 或者电子烟这种 对青少年的一个健康的维护 才是确实的保障 各位听众 这个有关于吸烟 危害人体这件事情 事实上已经不需要 我们今天的受访者 林清丽主任来告诉大家 因为怎么样随随便 都可以查得到 这相关的数据 主任也不止一次 在节目中宣导 告诉大家 吸烟真的是有害健康 不管是从数据也好 从病变的这个 进度也好 速度也好 这些通通值得我们重视 如果我们还 一直沉溺在这个 觉得吸烟好快乐 还在这样的氛围当中 你可能真的要想想看 你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说 你不能吸烟 这个事实上 你用人权的借口 来告诉我们 你也有人权 你也有吸烟的人权的时候 坦白讲 有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反驳你 但是千万记住 健康谁不要呢 我特别要请林清丽主任 也真的是谢谢你们 这个董事基金会长期以来 在这么多 在第一线 为我们来关注这件事情 主任您辛苦了 谢谢主持人 35年来 没有那么久 我们今天成立35年 主持人支持我们也快 二三十年也跑不掉了 差不多 谢谢您 谢谢主任 谢谢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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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